欢迎来到图说视野纵观天下 今天将带领大家一同踏上峨眉山 领略峨眉山金鼎大佛的雄伟壮观 欢迎点赞订阅 中国四川的峨眉山 乃是我国声名远扬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它凭借着独特的一座名山 一个金鼎 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雀起 传说中 领略峨眉山乃是中国神话故事里普贤菩萨的道场 正因如此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踏来 络绎不绝 领略峨眉山地处四川省的西南部 高耸入云 超越五月 以其秀甲九州的风姿闻名于世 其海拔的最高处达3099米 地势陡峭险峻 风景以你秀丽 素有额眉天下秀的美誉 领略峨眉山的气候别具一格 常年云雾缭绕 低云多雾的景象成为常态 在这里 几乎每日都能欣赏到美轮美奂的云海 令人陶醉其中 额眉二字 源自大额山与二额山两山对峙 其形状相像如眉 过而得名 金顶上方的十方普贤金像 更是令人过目难忘 这座金像高达四十八米 代表着弥陀的四十八大院 其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六百六十吨 寓意着六六大顺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十方普贤像 处处散发着庄严与神圣的气息 前来朝拜祈福之人 皆能收获深厚的福德 普贤菩萨的座祈是大白像 象征着四平八稳 太平有像 大象力大无穷 这也启示着我们 唯有付诸实践 方能求得真知 菩萨手中所持的 是金如意 如意如意 随我心意 寓意着事事如意 普贤大事在中国民间 被视为主管事业的神灵 在此衷心住院屏幕前的各位 都能够心想事成 事业蒸蒸日上 步步高升 若想要近距离 朝拜这尊金碧辉煌的金像 就必须登上108级台阶 台阶两侧立有十对大白像 代表着十全十美 为何是108级台阶呢 您看 一年共有12个月 24节起 72后 这三个数字相加 恰好为108 而且 爬上这108级台阶 也意味着 放下人生中的百八烦恼 亲爱的朋友们 看到这里 想必您也心生向往 渴望来此体验一番步步高升的美妙吧 这座圣像面朝十方 总共拥有10个头像 您会惊奇地发现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瞻仰这尊大佛 他都彷彿360度无死角地注视着您 这便是所谓的此掩饰众生 福聚海无量 如此独特的设计 主要包含三层深刻的含义 其一 普贤大士在峨眉山上 俯瞰着云云众生的实众心态 每一种心态都散发着慈祥 而又充满智慧的光芒 其二 象征着当年 他在峨眉山所许下的十大行心愿 其三 代表着世家文化当中的十个方位 分别是东南西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 以及上下十个方位 同时也象征着普贤大士的行愿精神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便杀十方 拥有着无穷无尽的行愿愿力 整尊大佛的身上 总共贴了二十三万张金箔 其覆盖面积达到了一千六百平方米 这种工艺的难度之高 令人难以想象 要将黄金制作成一张 比A4值得万分之一 还要薄的金片贴上去 在贴的过程中 哪怕只是一丝微风 一点雾气 都会影响效果 仅仅是上边所贴的金箔 价值就高达千万之巨 那么究竟是谁雕着料如此殊胜的大佛 他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味人知的故事呢 他的雕刻者乃是著名的佛像雕刻大师张文奎 他来自于我们的宝岛台湾 他是第一个在美国举办个人雕刻艺术展的中国人 张文奎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为追求名利而奔波 我的人生不为名利而来 只为雕刻大佛而来 师父听后告诉他 不为名来名自来 不为利来利自来 雕佛成佛 当他得知 要由他打造峨眉山这一尊圣像的时候 内心感慨万千 直呼 文奎何其有幸 能够拥有这样的福德 在千万人当中被选中 这是何等殊胜的因缘 为了雕刻好这尊圣像 他曾经数次专程前往上海 拜访南淮锦大师 见到男师 他问道 文奎想要发心发愿 在峨眉山金顶上 雕刻一尊巨大的普贤金像 不知可否如愿 男师问道 什么叫做大 什么叫做小 想清楚了再说 张文奎顿时恍然大悟 大佛即大心 心有多大 佛就有多大 佛就在自己的心中 从2003年至2006年 整整三年的时间里 他的整个雕刻团队 每一天都严格依照 以轨形式 早晚吃斋 前程其送 恭敬礼拜 当他把圣像全部雕刻 完工之后 感慨地说道 这不单单是一尊佛像 而是外在的雕工 和内在的意念 完美融合的一件艺术真品 在2006年6月18日 峨眉山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落成典礼仪式 当时 我国佛教四大名山的众山长老 以及海内外的高僧大德 将近有三千余人亲临现场 现场还有数以万计的善男信女 当时 整个天空被大雾笼罩 五米之内只能见到人影 然而 当仪式正式开始的时候 空气中弥漫的云雾 一下子全部消散开来 随后有一道金光 直直照射在 普贤大佛的头顶之上 散发出一道绚丽的七彩光环 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打难以后 金顶十方普贤的名声 传遍海内外 再进入峨眉山的入口处 海拔约位450米左右 而在金顶处 海拔则是3079米 垂直海拔落差达到2500多米以上 峨眉山一年365天 有雾的天气多达324天 因此又被称之为银色世界 在三千大世界里 又被归为圆满世界之一 如果您福责深厚 来到这里 就能邂逅一年当中 难得一线的金顶情光 当阳光照耀山顶时 金电迎着阳光闪烁 璀璨夺目 在峨眉山 有着一天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说法 大家登上金顶时 一定要携带一件外套 俗话说 四川有座山 离天三尺三 红日出东方 金顶现佛光 那佛光到底是怎样 才能看到呢 很多人都不得而知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 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看到佛光的绝佳位置 站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下午十四点到十七点之间 只要下面有雾 且背向太阳 就会出现一个七彩光环 据说 有缘人还能在光环中间 看到自己的身影 不光如此 峨眉山的日出 云海 佛光 圣灯四大奇观 在这里都能够完美领略 那峨眉山神奇的圣灯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说 在没有月亮的夜晚 这悬崖下面 就会浮现出绿色的光团 从一开始的星星点点 逐渐汇集到最后的成千上万 犹如繁星一般闪耀跳跃 被称为万展明灯朝圣普贤 还有一种说法是 下面的某种植物 当湿度达到95%的时候 因为腐烂所散发出来的光 而这样的奇观 很多人一生都很难看上一眼 朴贤大事面向十方眉目低垂 似乎在告诉着我们 要如心如愿 就要如孤勇者一般 截然地去行自己的一个又一个的愿力 中间必定会有磨难 不曾倾贫难做人 不经世事永天真 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过不去的心 来过 经历过 才会明白心之所望 愿之所向 也愿屏幕前的您 无论有多难 抖落身上的尘埃 必定所欺皆所愿 所形化坦途